山陀的颱风带来惊人风势 重创高雄市区 其中包括民宅损害阻碍交通 及大范围停电等等 确实路宿被吹倒压道所造成 由于平时路宿修剪 都需经过互宿团体 及树木修剪维护之巡会同意 在那的造成也使得地方炸锅 要求重新检视重树维护等政策 风雨很大 然后树倒了之后 它就整个就靠在我们的家里的墙壁 然后马上反应我们有失神情 但是都没有处理 只是每年都长得很高 我们都申请就是说要砍树 但是他们都来修 那树一直很高 他就跟我们说 这个是因为附树团体 他们说不能砍树 今天立这个法 你接受这个法 那我们这些民众怎么办 我们百姓是应该要这样受苦的吗 人民百姓的生命财权 绝对大于这些树木 但是我们那个树木不是要把它砍掉 是把它修到可以防灾 然后防风的一个范围 太大的树 我们应该是是不是要开始要考虑 种一些比较小的树 而不是种这么大一个树来扰民 种小的树也可以让我们的一个整个街道 看起来非常好看 议员李顺庆也指出 平常就接获许多里长及民众抱怨 公务单位在种树时 常常复烟了事 也是这是台风倒树的原因之一 因此建议借此风灾 将种树政策做一次总体检 在这地方的林长和李长 跟我们报应一句话说 在看这种树 看那种树要摸出来 树要扣出来 他就准它拆下而已 头就暗暗 是不是说 我有对这种树还有一个看法 就是说利用这边 总体检一下 第一比如说树已经倾斜 15度或是20度以上的了 这种树木一定有原因 它的倾斜一定有原因 是不是要把 利用这个机会把它清除 树种要特别的去选择一下 它那个浅根的我们就不要种 还要验收树木的时候 验收树木每一棵树木要施工的时候 要完工的时候 或者每一条水垢要验收的时候 都要经过我们的林长 或者是里长来会同 让林长也去关心一下 种植树木确实是有城市美观 或遮阳环保功能性 但面对大自然灾难时 民众安全的考量 或许还是更重要些 树种种植及修剪等种种问题 值得地方政府及护树团体等单位 召开共庭会 一起坐下来好好谈一谈 记者站视频高雄报导 大自然灾难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明镜需要您的建设 相关的 最后患的 介绍 明镜需要您的建设 说明镜需要您的建设